好各位觀眾我們來回顧一下 在第一回合的比賽 兩邊一開始感覺都很貴 就都很營運 但是最後的這個交戰 我們的感染蟲督到直勝關 對 抓到最兇惡的兵種 只要打出GG 主要關鍵是初期的時候 Apple這邊打得有點略微 過於保守的一些 完全沒有給時間壓力的情況之下 時間偷偷摸摸的 伸出了寄生蟲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沒有立即做出應對 其實虛空可能必須要更早一些出來 做一個克制 才有辦法在低迫壓制的時候 成功的達到一些效果 那我們太晚出門 又沒有虛空的一個狀況之下 其實打起來是非常非常的困難的 所以呢在 橘子熊隊的先鋒 先鋒Slam 打敗了對方打敗了Apple之後 他就是說下一個 結果這邊 耀曰太陽神的中間 這個中軍啊中間呢是推了Bow 仁皇Bow出來 那對上Slam 地圖是塔達利姆聖坦 那Bow呢目前的戰績是6勝5敗 不過他本季呢倒是沒有連勝過 那上一周呢是輸給了Sam呢 贏了Clawley 在塔達利姆聖坦 遠得要命的王國 人類對上蟲族 對我們螢幕上現在看到的是 11點鐘方向喔 這是我們耀曰太陽神的 人狂軟球 藍色藍色的人類 那再來這是1點鐘方向 那是我們橘子熊的10年Slam 剛剛獲勝的紅色的蟲族 這個派Bow出來當然 這個他就是殺蟲旗嘛 對沒錯 因為Bow呢在職業生涯的賽季 對上蟲族是6勝2敗 那2敗都輸給了 不是一般的蟲族的Sam 對沒錯 所以他之前呢是拿到6勝 那他對Slam呢也有打過2次 都獲勝 都在破碎神殿 Bow曾經2連勝打敗過2勝0敗於10年 不過這個KOF的賽季啊 King of Fighters 像你第二場就可以去針對 對沒錯 因為第一場既然 就知道你的選手是誰了 那我們就會派出 可以克制你選手了 其實這一季幾乎所有的隊伍 如果在遇到Slam的時候 幾乎都是派出人類 對因為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Slam對於打神族其實是相當 就是相當一把揍的 對但是他打人類 實際上算是相對是弱項 對因為這個 綽號有菲律賓重亡的Slam 猛烈 10年了 劉彥全選手 每次不是遇到Bow 就是你們都推DS出來 要翻臉了 都是人類 每次遇到你們都是 都是難打的 對阿 不然就是DS 本機還變成人類了 對 直接 軟球採用裸霜的戰術 蛤 兩邊都裸霜 哇很少看到人類裸霜 真的 裸霜 裸體睡霜 人床或裸露雙下巴 對阿 就是什麼都不做 就直接開荷礦阿 對那因為塔利姆聖壇大招 是遠得要命的王國 對 所以在這張地圖上 我們人類這一場軟球 采用了一個大膽的開局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大膽 就人類裸霜的意思是 一樣裸霜的用意 就在於讓自己的經濟更好 對但是因為你自己的經濟更好 就這樣你就不會給對手壓力 對那其實雙方就是看接下來 而且前期會比較危險 那對於人類來說比較少見 直接採用裸霜 因為前期金箱冰實在是很脆弱 是 那Slam呢真的喔 他對人類喔 是一勝六敗 兩場輸給Bow 四場輸給DS 一勝是贏了賦贏而已 對 一勝六敗的對人類的成績 不過Bow用一個裸霜 他不怕重足快攻打過來 應該就是因為這張地圖夠遠 他也認為Slam是一個會打影韻的選手 我這個是抓心態就對了 對因為 沒有想說他會不會用6D就給你 對突然間來個快攻 對阿 絕對是吃不消 整個就插在蛋了 對 留兩隻狗過來就 對要是被快攻的話 裸霜的人類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就 對阿 對 你就必須要拉攻兵啦 對攻兵就會很忙碌 你在唱那個也沒有用 我的鍵盤上沒有GG 未以鎖定你 阿真的 你真的人類裸霜 唉呦 來了一隻了 對不過 因為重足 因為Slam也是裸霜 所以其實雙方的基本兵種出來的時間差不多 對所以現在看到這邊門口已經封起來了 一個士兵營 門口封起來了 就只好鼻子摸一摸 對阿回家看要不要搶礦 嗯 都看不到 對 那有看到應該是可以看到二 應該是有看到二礦 嗯 那稍微閃人 剛剛喬了一下位置 對 沒有剛剛要讓工兵進來 喔讓工兵進來 工兵在那邊敲門 對後面有好幾隻狗 虎視眈眈的看著他 人類這個建築物就是 好玩的地方是 你有時候真的會對不準好不好 DS都對不準過 對 這麼有經驗的職員都對不準過 對 就是他可以用這個科技實驗室阿 或反驗爐阿 有時候會對不準 會放歪阿 對對對 嗨 剛剛不是又起來了嗎 有聽到門的聲音 現在又 又降回去了 又降回去了被擋住了 對因為讓機槍兵出來 唉呦 這邊 有十隻的機槍兵 反而軟球要打過去了 對而且重點是 時間這邊沒有發現 對啊 十年沒有兵阿 完全沒有發現 不過家裡面正在出異化蟲 來得及喔 家裡面的異化蟲即時可以出來 哇 這個 這個後蟲大吃一驚 對 異化蟲咧 人咧 不過家裡面的異化蟲很多 有了 趕快補了出來 唉呀 機槍兵被擠在那邊 後面做一個包夾 沒有 這是利用一個 稍微擋一下 不過好 還是會被包掉 對 這個數量還 並不多 沒料到突然間 跑出這麼多的異化蟲 所以工蟲被殺的並不多 對 其實剛剛的損失量並不大 對有殺到五隻的工兵阿 我現在反而是 十年 這邊要殺過去 對 異化蟲兵臨城下 而且 隨便變了 哇 直接變毒爆 這個是要直接撞進你的身體裡面 哇 他要撞那個軍工廠阿 對 但是哇 找到剛剛那一波判斷對手 突然爆那麼多的異化蟲 應該 是要直接來破門了 要來敲門了 而且用毒爆蟲爆漿了 敲門 爆漿 來了 爆下去 敲門 敲門沒敲破 冒煙阿 衝進去了 冒煙衝我進來 只有一個雕寶 只有一個雕寶 這個兩個雕寶 足夠了 兩個雕寶 完全沒有問題 對喔 哇 這個沒有打下很虧 哇 不過真的 軟球阿 人狂阿 有所防範耶 那兩個雕寶是完全的 恰到 時機點真的是非常的 來得及了 對 剛剛好 那現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實驗剛剛 剛剛是挺工兵爆喔 所以現在的工兵數量實驗 落後 十幾隻的工兵 那是有人卡人口啦 對 那是剛剛撞掉 應該是撞掉我們軟球 家裡面的一些建築物 可能是 的補給站 軟球卡人口 對 不過軟球現在才手勢 所以還好 那現在家裡面趕快 喔 又蓋了第三個主堡 家裡面的 飛機場也已經完成了 一次破口沒有成功 那 對於從此來講很傷的原因 是因為你很難再去破第二次 我們破一次口 要花大概十幾隻的 毒暴蟲 對 那我們花十幾隻的毒暴蟲 撞你那個150塊的兵營 其實是很傷的 對 而且現在馬上又把兵營給弄回去了 對 那馬上 對 一失敗馬上趕快要把一個兵營補回來 那現在這一波的 機槍兵喔 那就要看 實驗要怎麼擋 喔 不過沒有前壓喔 因為可能忌彈會有毒暴蟲 這個機槍沒有到處跑 看你有沒有偷偷的搶礦 那現在這邊 有可能搶礦的位置喔 都派了一隻機槍兵過去看了一下 現在這些機槍兵在佔據了瞭望台 來 完全不可能活路的一個狀況喔 那家裡面現在在出的是坦克 然後醫療艇 醫療艇是沒有帶人耶 對 因為他是要趕去前線而已 他還剛出來 對 他現在來前線 小故事來啦 對 幫忙 沖血一下 對 喔 這要繞下面嗎 喔 這要 要直接空頭上去 我們 分批了空頭 我們看到 少量的部隊在下面 等 然後掩護上面的 如果這時候上面沒有任何的地勢的話 那現在就等於 會被對手的操作 玩弄 對 摘打 過來就摘了起來 對 沒有炸到東西 對 什麼都沒炸到 下面有抑化蟲喔 而且下面還有一點點抑化蟲 哇 這個 好 剛剛 我們剛剛 最後一秒把機槍兵載了起來 結果毒爆 毒爆是換掉了 只換掉了大概兩三隻的機槍兵而已 對 而且這邊呢 再降下來的這五隻機槍兵 就肆無忌憚的一直打 對 又一直打了 那又要趕快過來幫忙 因為我們的毒爆蟲槽快被打掉了 對 又載起來 對 又載起來 對 又載起來 是嗎 再掉下來 我又下來了 對 打我的笨蛋 哇 這個很可惡 非常可惡 毒爆蟲在下面 下來偷偷幫忙炸了一下 但是又沒有炸好 真的 哇 現在這一個毒爆的提速喔 再完成 那現在家裡面三礦要開起來了 是 哇 Slam 想要再異化蟲過來幫忙 對 那這個前期真的很傷喔 我們看到前期才這樣燒好幾下 現在人口事實上又有落差了 對 哇 這給我爆了 對 這給我爆了 爆了 這個要不要點掉 點掉又沒血 唉唷 沒血 沒血 跑掉跑掉啦 後衝那邊 這個 溜走了 對 就這樣被跑掉了 這個應該要先把它 又先把它點掉喔 那非常非常可惜 因為後衝在那邊 啊 嫌自己手太短了 對 拍拍屁股揚長而去喔 那現在 吃乾媽淨了 真的 對 那現在 直接搶三礦又被發現了 家裡面重新補上了毒爆蟲草 這個部隊很多 而且家裡面現在沒有毒爆了 對 軟球這一波 現在錢壓過來 連坦克也都出門了 對 而且人口差了60 對 而且他的醫療艇好多喔 對 這個醫療艇的數量是非常非常的多喔 那 而且後面還有坦克的助陣 而且他們的機槍兵也可以打針了 對 那這一波應該是要直接要人老命了喔 真的 而且 哇 而且 他沒有打算要要你老命喔 他把你打個半殘 現在來要你的二礦門口處 現在這邊如果有醫療艇幫忙開視野喔 那坦克就可以把你的二礦直接 直接轟爛 那這個大概不是直接做一個包夾 但是 我們看到 二話不多戴起來 對 毒爆 沒發揮太大的一個效果喔 對 那現在喔 再把機槍兵放了下來救坦克 坦克 兩台 還有兩台 對 只要還有兩台喔 那就足夠了 那這邊又是一個小操作 那我的神放棄了 Slam打出了GG Slam對於人類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這邊是由Bow 打敗了對方的先鋒 雙方是戰成了一筆的平手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